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找字头 整个这个字呢 笔画相对偏少 跟下面我们跟下面这个 做一个对比以后 这个笔画少的字的 或笔画多的字呢 在那面积大小时应该是 差异并不大 只是比这个笔画整体 它写的偏重 粗重很多 那我们要注意 第二个这里面呢 没有像下面这个字明显的 有一些字笔画写出去的 就是说这种对比感不强 这里面你看基本上都差不多 差不多 那这写这一对字啊 就是说一定要注意 里面的均匀整齐度 当然呢差不多的那种 那种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照一些 对比出来 比如说上面这一块 草字头的这一块 那我们可以写的 压得特别紧 这个数 你看这个数 这个数 而这些地方呢 稍微出去一点 这个不要写太低啊 对应过来的 短一点 这个很重 稍长一点点 长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写完了以后 整个这一块 基本上能够能有所对应 能有所对应 第二个就是这里面 从这里到到这个地方 这里这个两个地方的 这一个地方下面不能拉太长 不能到这两个上下部件的 空间太大 顶得太开 下面呢 可以留一些空间出来 因为这样它可以对比 让上面的显得更加紧凑 主体部分 我们这两笔都是写的比较重的 把那个字振住 这些笔画呢 是附带在这上面的 所以说不要写的超过这个的重的感觉 就是说有一个组次之分 我们可以把草子头再写一下 登起来 过来以后 对应这个比划 直接一下压特别重 下轴 过来 重新 这样 所以我们要看几条树 它写中 它为什么写中 它写中的理由在哪里 这些我们知道的目的 我们自己在这 才会这样 而不是说只是看我看它写中 我跟着写中就对了 它是有目的 有原因的 我们的写字 总是要从 从那个叫什么 从视觉的角度去 分析这些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不能长 不能随便把它写长 不过来 我需要写中的 不过来 不过来 我需要写中的 是想写中的 我需要写中的 先写中的